各位錶迷你們好 又是我No.7 Watch 朱仔 朱仔今天是3月7日 遇上早10時 朱仔吃完早餐 回來拍攝第一條影片 介紹手錶給大家 昨天太忙 所以很晚才拍到影片 今天早些錶迷才上來 朱仔有時間 介紹我今天想介紹的手錶 先看看 鏡頭前面是Casio Edifus Casio Edifus 朱仔前幾天介紹了一隻 斯文的黑鋼 光動能Citizen 給大家 原來黑鋼也有很多錶迷喜歡 那隻手錶已經 賣光了 今天朱仔也繼續介紹 黑鋼的手錶給大家 今次介紹一隻 運動型的大隻 Casio Edifus 這隻手錶是一隻石英錶 走電池的 大家可以先看看 錶盤 黑襯藍 大大小一點 今天介紹這隻錶 這個藍色的錶盤 顏色很銳色 我們看看 時分針、秒針和黑度 有沒有夜光 有沒有夜光 時分針也有夜光 加上黑度後面的點點 也有夜光功能 秒針應該沒有夜光功能 這隻Casio Edifus 石英錶 康仔 好,我們去計時的碗錶 對 計時的手錶 好了 我們先看看這隻手錶 三點位置 就是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這個白盤黑字的日力槍 都很清晰 可以看得到日力是多少 下面寫著WR100M 這隻手錶 就是100米的防水 旁邊有Casio Edifus 品牌的Logo 都是做了私印的 你看到它 整個碗錶 是啞黑色的 金屬藍 我們叫做藍色的標盤 上面也有些壓紋的花紋 看到遠邊也有些壓紋的花紋 這些小圈是甚麼來的呢 我們看看 就是Cornel 計時針 我先把那個時分針 扭開一些線 方便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試試Cornel 是怎樣的 兩點位置的按鈕 按著它之後 你看到這裡就會一秒一秒跳 一秒一秒跳 這裡又不停會轉 這裡轉一個圈 就為之60秒一分鐘 這裡就會跳一格 這是最多跳60格 即是一小時 即是一小時的計時 好 再按 翻轉 就是這樣 整個操作就是 Start Stop Reset 這個標關就是做了一個拉推管 沒有做到螺旋式鎖標關 但這個拉推管 這隻Casio的手錶都做了100米的防水 踢起標關之後 半粒就較入力 半粒向上轉動 調動的時候也有聲音 都是一格一格跳的 都是一格一格跳的 踢起標一格的話 就向上轉動 就是順時針方向調動時間 都可以的 這支針不會太鬆的 也有一定阻力的 按進去吧 我們先看看外觀 外觀是一個黑色的 離子電導的不鏽鋼殼 配搭了藍色的鋁片圈 藍色字的 襯托錶面 黑襯藍 錶圈位置 旁邊的錶圈位置 就做了凹凸九眼紋的 黑色不鏽鋼 有凸有凸 凸的地方就是 都是做了光深的處理 錶帶位置 錶帶位置 就做了一個黑色的不鏽鋼錶帶 這個不鏽鋼錶帶 也是有間鋼 即是拉絲拋光 然後選擇拉絲 這個錶帶也有趣 這個錶帶有一個斜斜的位置 所以手太小的錶迷 就未必適合這支手錶 喜歡大錶的錶迷 千萬不要錯過 因為這支超直超直超直 很划算的 因為這支錶去到49.5mm 49.5mm的直徑 即是寬度 脫度到54mm 所以是一支大錶來的 脫度到54mm 厚度11.7mm 這支錶應該不太適合 因為這支手錶 比較小 14.8cm的手腕 所以喜歡大錶 可以考慮一下 這個介紹 黑鋼式的Casio Edifice 100米防水的石影錶 還有Casio的手錶很高 昨天有個錶迷 他上來給我看一支真金不怕熊露火 為什麼呢?他就說不用看什麼電腦 他就給我看一支精工 應該有三十年歷史的那支精工 全金色的 真的三十年一點色都沒有變 以前都沒有什麼DLC 還是IP 還是什麼電腦 都是一個普通的電腦 但是三十年的歷史都是 這支錶都沒有走色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錶 錶購位置 錶購位置就是一個拉絲不鏽鋼的錶帶 上面寫著了Edifice 有一個Edifice的Logo 打開之後 一個按壓式的保險制的錶購 打開之後就是一個噴沙的薄橋 沒有做口橋的薄橋 錶底 連接著錶底 就是一個螺旋式陷入的不鏽鋼底蓋 Stainless Steel Water Resist 100m的防水 Casio Edifice 一個拉絲不鏽鋼 是螺旋式陷入的 好 錶底也挺有質感的 整支錶的重量也有差不多 185g 未改大計 錶先說過 掉到54 錶寬這個位置 就去到49.5mm 試一下拼給大家看 好了 這支錶 對我來說有點大 因為我的手是比較小的 這裡 看一看 它因為這裡這樣 弧形的 所以如果你手不夠粗 它就會比較有距離 它就會有少許距離 等我一會 好了 看看錶 這支錶 豬仔推介 748元 748元 這支錶 出面應該賣1,000元 賣1,000元 賣1,000元 我猜最便宜 最便宜 最便宜 那些水貨店 都要去到 800多 應該正常賣1,000元 748元 就可以帶它回家 原裝行貨 有說明書保用 這支錶 就是一個黑鋼的大隻錶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就可以 找豬仔 在什麼途徑 不知道有些新的錶迷 就在內容 找豬仔的WhatsApp 電話 可以打給豬仔 也可以 WhatsApp給豬仔也可以 748元 一隻這樣的 CASIO EDIFUS 非常非常超值 因為通常黑鋼錶 都比較貴 外面賣1,000元 都是過千的 這支 就是豬仔 找回來的 超順價 特價款 748元 也挺帥 黑層男 不過它真的比較大隻 如果喜歡大錶錶迷 就適合 好了 如果喜歡豬仔的手錶推介 就給個LIKE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日本手錶推介 就盡快訂閱 下次再有新影片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通知你 瞬錶推介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看得到 這隻CASIOEDIFUS 748元 全黑鋼 100米防水 超值 真的超值 如果你喜歡黑鋼 大隻錶的話 有興趣的 就盡快來找我 豬仔找了5隻特價回來的 推介給大家 多謝